OdioJungle OdioJungle 前不久,娱乐界可以用汹涌澎湃来描述 明星艺人们绯闻工作,一波接一波 此中扮演祖飞格格的林心如 可谓是越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岩天 舍把风云时机,年末一剑 终究在网年报星望到了顶峰 周杰不止出来阔清 更是林心多发微博文声讨 向林心如蒙兽网友们的围攻 而不可不及不封闭微博批评 现在依然是饱受争议地掉了许多 前不久,霍建华的邪做伙伴前客人欲红 突然间般不发表告退 这一举措,引起了收集上的惊动 许多网友,以为霍建华的前客人 关于霍建华十分主要 玉红是一个十分大白资本和营销的前客人 霍建华这几年红的发辞 可谓很在意局部都是玉红的攻击 可是玉红和林心如的干系却不是很好 霍建华林心如成婚的婚礼现场前客人玉红都没有参加 局部网友则以为玉红的离人真实和林心如有很大干系 一方面是玉红本来就不支持霍建华和林心如的分离 可是豪情的工作谁竟能说得分明呢 两人分离以后玉红 也是对林心如必然远之 现在林心如蒙收此次风云更是让玉红身陷淋雨 以示终极玉红挑选分开 也有网友爆料珍世玉红之前是和霍建华有来往过的 不知道为时魔学后两人分离却还能在一起协作 林心如是没有方法承受这件工作的 以示终是在找时机将此二人分隔 不外此次他终究未遂了 固然没有 老可观望音讯证明 全且无可置疑 可是想必玉红离人和林心如 必定是有必定前戏的 最近霍建华现身身旁带了一名新助理 许多网友和粉丝们围观 可是此次除去霍建华外 更吸收媒体记者的 倒是身旁的这位新前客人助理 一身紧身打扮 促造了玩骂气态 抓住马尾血随性 不外围时魔看住总 以为有那里怪怪呢 无可不及不说霍建华 此次身旁的这位女助理胜利的抢劲了 于是许多网友则议讽住 霍建华找了一个这么的助理 是不是故意带给林心如看志气呢 林心如看了不会心慌吗 对此 林心如真其实出席活动的采访的时分 就说前客人和助理的职责 不可不及抢一人的镜头 要打败自己的职责 穿回你的衣裳 对此之后